《沉默呼聲》全美上映並加演意味著什麼? 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從1月21日起 由加拿大導演李雲祥執導的電影《沉默呼聲》 在全美30個城市隆重上映 上映後 因為觀眾反響熱烈 美國兩大連鎖影院宣布將在全美各地加演一星期 一直放至2月3日 這部電影由獲得Tony Award提名的美國影星Sam Trammell 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 以及台灣影視新秀吳義廷、何濤、陳應麟、石成浩主演 這部影片在第28屆奧斯丁電影節上獲得觀眾選擇獎 影片是以真實事件作為基礎改編的 講述了兩對清華大學的學生情侶和一名外國記者 在中共的謊言鋪天蓋地 中共的迫害無所不在的險境中 直面中共的觸報、酷刑甚至死亡威脅 選擇憑良心說出真相 不少觀眾在《大紀元》上留言說 我看過之後很久都說不出話 剛從電影院出來太震撼了 真的跟看完《辛德勒》名單的感覺一樣 我不是法輪功學員 向所有真正的大法弟子合十致敬 時評人黃友群說他曾與這部電影的主角 黃博宇的原型黃維宇混在同一間監獄 現實中的黃維宇是一位天才型的學生 從初中到高中、從高中到大學、再從大學到博士生 全部都是免考試想的 1991年高中畢業之後 黃維宇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協和醫科大學、 國防科技大學五間中國名牌大學免試六槌 最後想做一個優秀工程師的夢想 促使他選擇了清華大學 在清華大學 黃維宇同樣是出類拔稅 曾獲得優秀學生獎學金、優良畢業生獎章、 中國儀器儀標特等獎學金 這是首次授予本科學生的 以及菲利普獎學金等多項獎學金 本科畢業之後以優異的成績 免試直接攻讀博士學位 1999年5月1日 黃維宇和她志同道合的女友蕭晴 在山東的鄉下舉行了婚禮 蕭晴當時已經從清華大學碩士畢業 在上海一家著名的大公司工作 黃維宇則繼續在清華工讀博士學位 這對年輕人新婚之際 面對來自海外親朋好友的祝福 覺得非常幸福 對未來也充滿了憧憬和希望 但是僅僅兩個月之後 中華大地風雲突變 1999年7月20日 中共獨裁者江澤民 因為擔心學練法輪功的人過多 可能危及他的權和利 聽不進去關於法輪功的任何真話 一意孤行動用全部的國家機器 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 黃維宇和蕭晴在清華讀書時 在追求知識的同時 也在尋求人生的真諦 當時 法輪功從中國東北的長春傳到北京 傳向全中國 也傳到了中國著名的高等學府 清華大學 在清華 從前清華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到本科生、錫士生、博士生 很多人加入法輪功修煉的行列 黃維宇和蕭晴兩夫婦 也是法輪功的修煉人 他們在按照法輪功的核心理念 真善忍做好人的過程中 親身見證了法輪功的美好 不過 迫害發生之後 中共控制的宣傳工具 昼夜不停地散佈抹黑 攻擊、萬馬法輪功的謊言 中共控制的專政機器 開足馬力 大肆抓捕、關押、折磨 甚至迫害死法輪功學員 在這個歷史關頭 對黃維宇等這些法輪功學員來說 面臨著人生的重大抉擇 選擇與中共同流合污 可以升官發財、名利雙修 選擇遵從良知和信仰 將真相告訴世人 就可能會斷送、感受前程 甚至踏上生命 經過認真思考後 黃維宇選了後者 結果 黃維宇一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 有八年半是在中共的非法監禁中度過的 黃維宇為衝破謊言、講述真相而遭到迫害的經歷 是中國大陸上億的法輪功學員過去23年共同經歷的一個縮影 從1999年7月20日以來 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政府 動用了古今中外最邪惡的流氓手段 來迫使法輪功學員對中共暴行保持沉默 迫使十幾億的中國人對中共的暴行保持沉默 同時 他們還利用經濟利益等作為槓桿 迫使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家、政要、媒體、學者、國際機構等 對他們的暴行保持沉默 不過1999年720迫害發生後 在國外的法輪功學員就迅速行動起來 通過創辦自己的各種媒體 將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傳向全世界 1999年法輪功學員創辦的明慧網 以直接來自中國大陸的第一手資料 揭露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 明慧網現在已有20個羽種網站 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國際組織、社會各界了解和研究法輪功真相最重要的平台之一 而在2000年8月 法輪功學員創辦的《大紀元時報》和《大紀元新聞網》在美國正式面世 至今《大紀元媒體集團》已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中文和多羽種報紙及網絡媒體 在全球35個國家自有分支機構發行五大洲 擁有8種語言的報紙、23種語言的網站 而《大紀元》發表的系列社論 包括《九評共產黨》、《共產主義的忠敬目的》等 將中共邪惡的本質超高天下 2001年12月 同樣由法輪功學員組建的《新唐人電視台》成立 他所播出的紀錄片《鐵精如山》 將中共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真相曝光出來 而在2003年6月20日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在美國的三藩市開播 到今日《希望之星》已成為集廣播、視頻、網絡、社交媒體 唯一體的中英文媒體跨國集團 20年前 黃衛羽等清華學生衝破沉默、揭露中共的謊言 是海內外法輪功學員共同衝破沉默、揭露中共謊言的組成部分之一 雖然江澤民這群政治流民仍然在千方百計地掩蓋、迫害法輪功的真相 但經過海內外法輪功學員持續23年 無數次打破沉默、無數次發出正義的呼聲 將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廣傳天下 作為一部獨立製作的電影 在疫情仍然在持續的情況下 沉默呼聲在美國30個城市上演、加演 確實不是一件小事 而是一件有國際影響的大事件 它標誌著江澤民這些人利用高壓和欺騙 令世人對他的暴行保持沉默的做法已經破產 標誌著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 越來越多的人認稱中共的邪惡本質 也標誌著國際正義力量 對江澤民等犯下的滔天大罪做大清算的日子正在到達 二十三年來 一方面江澤民這些人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 欠下的血債太多 另一方面從中央到地方 有一批人是靠迫害法輪功而升官發財的 江澤民也好 這些既得利益者也好 因為怕被清算 怕失去既得利益 一直利用高壓和欺騙 維持著對法輪功的迫害 到了2022年今日 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累積的罪惡 已經到了天怒人怨、人神共憤的地步 沉默呼聲在美國三十個城市上演、佳演 是過去二十三年 全世界法輪功學員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講真相 衝破沉默、發出呼聲 產生的巨大迴響 二十三年來 積極追隨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幫兇 也一批批感遭到報應 2012年3月15日 中共政治局委員 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捕 被判無期徒刑 2014年7月19日 前中共政治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被捕 被判無期徒刑 2020年4月19日 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被捕 之後孫力軍政治團夥的一批高官被捕 孫力軍是有可能被判死刑 當沉默呼聲 在全美三十個城市上演佳演之際 時評人王友群表示 他強烈感受到 歷史老人最後向江澤民一夥政治流氓 算總像的時刻正在臨近 以上節目內容 由前中紀委書記為建行的秘書 王友群讚寫 《大紀元手法》 今次的《紳視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指示 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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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有 我 這是 公子 哦 所以